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没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Hello 大家好 又到原来有恩了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真的很忙忙 所以上星期就少了一集 那你们有没有想着我们呢 今天又是阿荣和阿坤坤在陪我一起做节目 Hello 大家好 因为为什么不做就没办法 或者适当派他们两个做呢 是因为我们一起都这么忙 你知道啦 近年底就比较多做些 关于过年事 亦都很多要还神 还帕帅 那些善信呢 那我们又要处理了 近期呢 我亦都处理了几个个案 那是很有趣的 其实每一个个案呢 他们booking的时候 就是说 找我秘书 说要来找师傅问事的时候 他们都是同一个原因来找我的 原因呢 就是说 怀疑自己被人落降头 嗯 那其实以往的集数里面 我都有曾经说过一些关于降头的事 都说其实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那么容易被人落降头呢 嗯 我亦都之前我记得 我曾经说过 其实一个冤亲债主 或者一个现金的债主 他如果是很恨你的话 他不会再浪费钱去落你降头 除非真是十冤九仇 有你没我 他就进地一扣 那才会去害你的 那还有我觉得呢 落降头呢 也都不是那么简单 就这样 我知道你的时生八字 我就可以落你降头的 嗯 那我觉得是需要你身体上面一些 无法 无法 或者一些思处的无法 或者一些身体上面一些 你的器官啊 或者一些你的 比如手指甲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有你身上一些东西 或者你曾经喝过对方给你的东西 或者吃过对方给你的东西 嗯 才会中降头的 嗯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我处理这几个个案里面呢 他们讲给我听的时候 就是讲给秘书听 要见师傅的原因的时候呢 他们是很紧张 嗯 很害怕地说 我怀疑我被人落降头啊 那问他为什么会怀疑落降头呢 那他们就讲了大堆的情况出来 但是那大堆的情况呢 我都会觉得是 我最近觉得好像样子都不顺 我觉得 我有点点不舒服 嗯 譬如上个月 他只是看伤风感冒 我都看了三次 咳到现在又没停了 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 又好像开始没有那么好 就是这些情况 所以我怀疑我被人落降头 哈哈 就是他们所讲的东西呢 其实他们不是讲大话 或者不是贪得意 来找师傅的 他们是真的觉得自己的情况 像被人落降头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共同点就是 他们都是跟一些人喊吵架 嗯 而那个人跟他吵架的人 就可能是 不是那些善男信女 或者那个人是玩开一些佛牌 或者养鬼仔 就是那类型的东西 那他会觉得 很自然 我得罪了这个人 我很自然会觉得 我有机会被他落降头 嗯 就是这样的情况 阿榮你可不觉得 我们这一段时间 做很多单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不单是做 其实有时帮师傅 你去听一些善信的电话 是 有很多打来 第一时间都说 我很心急找师傅 为什么很心急找师傅 因为我相信自己被人落降头 是的 这是生命的危险 是的 所以排到快期 没错 你说到这么严重 那我们当然 你们不敢态慢 都是跟他约一个好日子 那很多时 有时来阿冠坤 你都跟我一起来 帮忙处理这些 说自己落降头 没错 其实每次都是吃炸糊的 以前师傅 你讲过一个笑 就是 你找我来讲这个笑 就是 个个说你被人落降头 叫你回来都会落降头 其实我们又不是很想 别人被人落降头 但是作为一个神功弟子 其实听到说有降头 有个挑战 是的 回馆了 回来可能有人落降头 其实是兴奋的 是 回来通常吃宵夜的时候 你就会说的 师傅 你回来都会炸糊 是的 就是你骗了 其实我自己 我觉得 因为之前也有人说 师傅 会不会是你本身 不想 就是你自己本身 做不到降头 你就说人家不是 可能那个善信 本身是降头 但是其实不是的 因为降头 我们时时都有做过 我也亲身处理过 但是降头 不是好像我 现在来求助的人 说得这么简单 没错 有点不舒服 或者最近运气 和家人关系搞得不好 那就叫做中了降头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我拿出来说 我不是想笑 如果那个善信 他愚昧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 被人下降头 其实我想带出来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那些善信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觉得自己被人下降头 他就去求助的时候 往往被人欠钱 曾经试过善信 是怀疑被人下降头 找一些其他师傅 那个师傅 你说得这么害怕 他肯定是信 他说是 我查到你中降 要做上大法事 是 需要收多少钱 是 如果有些没良心的师傅 那当然是 十成十说你中降 如果我们求助的 师傅不是他说的 我请祖师爺和他查 没错 所以 我们最近 刚刚做了一个个案 其实这个女士 她是非常可怜的 其实她是独身 没有结婚的 她自己是住在一些个人的公屋 本身都叫做很辛苦 就曾经捱过一笔钱 都叫做买了几层楼 但是她因为是曾经 在一段时间里面 她曾经跟一个人有交户 而这个人本身 她说她是在暹楼那边 也有养那些东西 养鬼者 她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好人 但是她就因为 跟她有一些东西 她就讨论了 叫了监 她就经常 之后 又这么巧 她一路有负资产 又有些事发生 又有些事发生 導致她就越来越窮 搞到她一无所有 然后她就去了住公屋 后来她又觉得自己 有时候又不太相信 又生病 于是她就怀疑自己 是被这个人下降头 这个人 因为她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 本身她是有接触那些东西 就觉得她不是好人 我得罪了她之后 我真的未好过 所以她就导致她 以为自己被人下降头 于是她就周围去找师傅 找些师傅问 我是不是被人下降头 我是不是 现在被人下诅咒 还是被那些邪術 她去找过几个师傅 当中也都找了一些神婆 神婆当然说她是被人下降头 也都说她家山有问题 也都无端端又说她有BB 英灵 但是她说我还没结婚 去哪找英灵呢 接着她的神婆就转口 又说你家人 又说你兄弟姐妹 好了她就不停地花钱 最后她就去找了一个属于茅山师傅 就是这样说 当然了 舒大夫知 我不是指全部的茅山师傅都是这样的 这些人就挂羊头卖狗肉 她自己很多时候都会无认 有些都会无认我们陆任师傅 有些都会说自己是茅山师傅 其实她可能什么都不懂 她刚巧就找了这个 不过这个就真是有痰有盛的茅山师傅 她就去找她的时候 她就说 是呀 你真是落了钢头 我要跟你打 就是要帮你去斗法 才可以搞 她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钱 到头来她都是发觉 当然都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没有转变 没有任何的转变 而且还是 整天都还是不舒服 觉得自己好像很多病痛 终于有一个朋友 因为是听我们做节目 介绍了她来这里 当她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就 灰声灰影都说到哭 就说给祖师爺听她 因为得罪了这个人 就一直被她落了钢头 导致到现在这样 怎样 怎样 祖师爺第一句就说 你根本就没有被人落过钢头 而你这么多年里面的运势 你不舒服 什么 所有都是你的命中注定的命结 嗯 你的病结 是这样解的 所以就变成了 祖师爺就说 其实你的东西是可以解的 还有一样东西 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原来这个女士 其实她本身是来头不少的 她本身是一个拜佛的 很专心拜佛的人 祖师爺就说 你不但没有被人落过钢头 而且你本身有一个 你本身的生命 你的命生 是不会有人落到你钢头的 嗯 因为原来祖师爺的显示 就是说 她本身是 前世就是观音菩萨旗下 的一朵莲花来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的左手臂有一朵 左手臂有一朵莲花 在做一个标记 因为最近的天气都是属于冬 都是属于冬 所以其实她是穿很长袖 很多衣服 很多衣服 也都遮住了 根本她来到 我们是没可能看到她的手臂 当时一说完之后 她的确就呆了 是啊 我左手真的有一朵莲花 然后祖师爺就说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有人害到你 而你只不过是因为 你要下来繁奸 是受这个 苦难 苦难的那些东西 是的 没错 所以才要受这么多灾 这么多劫 其实你不会这么容易 有人害到你的 嗯 终于好了 在我过后 我们就跟她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她就说 是师傅 我真的有一朵莲花 在左手的 我给你看 她就拿得很辛苦 那件衣服 要是长袖的衣服很窄 她拿得很辛苦 才拿到 终于拿到出来 原来真的好像一个花形 但是是紫色的 但是她说 这个是她自小到大的胎印 嗯 真的有一朵紫色的莲花 在手臂那里 很奇怪 所以她的朋友 带来的朋友就说 是不是呢 整天都说自己被人落缸头 哎呀 今天终于知道自己 原来自己都是神仙来的 嗯 其实她说 你整天一路都自己在吓自己 那朋友就这样和她说 那她于是就说 哎呀 我怕了这么久 哎呀 我真的是拜佛的 我只是没什么望 我希望我将来跟回菩萨 跟回菩萨 跟回菩萨 就做回她的莲花 或者做她的童子 就是跟她学佛就可以了 那我祖师爺爹之前呢 都查到她说 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善心的人 嗯 所以我们就说 是不是自己 嚇自己 就是几十人休天 自己嚇自己 因为 我不知道属于 这位女士 我可以说她是迷信 还是说她是害怕太多了呢 那其实她被人阻碍又骗 都骗了很多钱 嗯 那师傅你讲开这样 就是自己嚇自己呢 我就早 刚刚我生气了 我早几天前 早几天前 那我约了一个朋友 那我朋友本身 是跟两个朋友成人犯的 那我去继续她 那我约了她去其他地方 那她走了 那她下来了 那她有两个朋友 介绍了 这个介绍我 这个法昆师傅 那她突然间说 咦 你懂这些东西的 那她跟我讲了一大堆故事 大概就是说 我有一间屋 但我还没背进去住 那我整天觉得有东西 那一间屋子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东西呢 那有时呢 它会有一些声音的 有一次呢 那些电器 我不知道怎么着了 然后我说 首先一件事 你不要第一时间 先觉得有东西 如果你出去找一些 比较深述不正的师傅 你一去到就说有东西 他一定是说你有东西的 我说首先你不要自己 先嚇自己 那你跟刚才师傅 你讲的案子一样 那根本这些事 其实是很小事的 譬如那些电制 自己穿了 那这些其实 你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你这么久都没有人住 那潮湿各样都有可能的 我说除非你真的确定了 你进去住 你真的有问题了 那你才再跟我说 他说你现在帮我进去看看 我说帮你进去看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你说的那些理由 没有导致到 我觉得真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你不需要浪费这些钱 我都是这样跟他说 所以就是引证了师傅 你讲其实原来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唉 其实我真的 我整天做了一节目 这么多年 都没有七年都八年 我整天都做这些玄学节目 我都在教我们的粉丝 和我们的善信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是信 不要迷 而且有很多东西 都没有归咎于邪述 或者鬼 或者是一些祖先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钢头 钢术 其实我会觉得 在这个 现在的现金社会里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 骗神骗鬼的人 我会觉得 现在的那些师傅 就不同于以前的 其实以前我们再老一辈 就是我们的那些师傅辈 或者师公辈 那时候真材实料的师傅是很多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没有材实料的师傅多 是不是 就是变成了他们 就自在是骗钱的 真的 个个都半桶水 出来就说自己是师傅 其实有些东西 你是要有一个实体的 就是你要做到一些东西 给别人看到 真的有一个口碑 那些人才知道 你是真还是假的 但是那些人 有时无私于人 就是他就不知道 当然了 当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当然了 好像水泡那样 人家说带你去找那个师傅 那去 往往就花了很多很多冤枉钱 我常常都说一句 我觉得 你们那些人欺骗别人的那一封事 欺骗别人的那笔钱 没问题的 你欺骗一次的 但是你欺骗了之后 你的后果是很大的 因为你是帮不到人 最惨的 你为什么呢 你帮不到人 而那个人以为你帮到他 那那个人就放松了 放松了 到头来 他可能突然间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这一世都不安乐 你这些钱代了 没有意思 不过我觉得 在外面 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 有一些师傅 他不会跟你有这个良心 他就算你死你贱 我又我回家 你又你死 就是这样 就是他不会说 你后果怎样 骗了你之后 可能你会有事的 不是的 反而另外有一些师傅 就是 他自己未必知道自己可以 但是他都尽力去试 怎么试了之后 原来他自己功力有限 他不行 但是他都是用心去帮你 没错 他不是一开口 已经是骗你 所以那些人很奇怪 因为我们经常都做到这些案子 有时候一些线讯来到 他告诉我们 他已经去找了很多师傅 那些师傅又说 我中了邪術 那些师傅又说 他什么 师傅又说他中了钢头 就是其实 有些人又说 有一只女鬼前他 那时我做过一件案子 有一个男人 他的脚就经常痛 那他就一直 都觉得自己不知道 去过哪里之后 回来就开始痛 其实刚好是那个贪命 他去过某个地方 然后回来就刚好那只脚痛 他就不停以为自己是有事 关于玄學 于是他去找一些师傅 找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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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之后 全部都是说他被女鬼前 一会儿又说 被哪个人 得罪了 哪个 被人绑住了一只脚 一会儿又说 被那些英灵 扯住一只脚 很多借口 是有的 到头来他当然解决不了 到头来 其实 我不是说 来到我那里 就一定会解决到 而起码 我觉得我们的祖师爷的大能 是可以很清晰去告诉你 你究竟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不用说一定 说你来到我那里 都是有事的 我们很多时候 十个八个 上到来 说自己鬼上身的 其实我们真的 可能随时十个里面 我们掃走七八个 都不是鬼上身的 没错 真的纯粹是精神情绪有问题 因为其实在现今社会 要分辨鬼上身和精神病 其实是 你说难不难 说容易不容易 其实一个有经验的法师 一个经验的师傅 其实你迷到来 身边已经估到你七八成 真理解 但是无奈现在这个商业社会 压力实际太大了 也有很多人 是因为药物影响 其实有很多人上到来 都是自己的心病 没错 就是自己的心魔 阿榮 我们每天都在做法师 每天都见到不同的案子 好像每天的案子都很特别 有时我会觉得 我们好像一个警察 每天抓一些案件 什么都会发生 那么我们有时听起来 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么我 其实我最痛心 最痛心就是有很多很多 相信 都是其实他是没有事的 嗯 只不过他刚好的timing 其实我经常都说 每一个人 你的命工 每一年 或者每一个月 就是你这一生人里面 一定会是有一些命劫 有一些灾劫 或者有一些病劫 那么刚好的timing 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发生 你就会以为自己是有问题 于是就会被人 可以承虚而入 去骗了钱 没错 那其实真真正正 你真的有的事 就是其实你是破财 嗯 就是这样 那我会觉得 其实我是想带给大家观众 到今天师傅 都是讲相同的说话 你们不要那么容易耳朵软 他那么容易去信别人 说自己鬼上身 下降头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这些属于一些邪法的东西 他都要去用一些方法 才可以去做到你的 所以譬如我们的时生八字 当然是不要那么容易去给别人 还有我们平时 譬如不要乱去喝一些 不是太相熟的人的东西 或者吃他的东西 有些人 就真的下降头 就真的 你吃过别人的东西 就好像人家以前很多时候都说 那些人去泰国滚 那些泰妹就会 臨酒时给你一些东西喝 或者给你一些东西吃 吃完之后回香港 如果你不回去找他 就会糟糕了 老老乱的 对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不同了 我记得阿榮 在很多年前我做过一个 真真正正的降头 叫做钉降 这个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而他是因为那个 这个是云南降 他因为那个弟父刚刚过世 他的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 其实他的弟弟都是六十多岁的那些 那他弟父死了 那不知为什么 他那个弟弟又去找了一个 那些云南妹呢 那就是很小的 二十多岁的 那他们的家族是做一些大生意的 而他弟弟就给了他那个新的弟父 就去处理家庭的那些生意 那因为家姐都有份 那因为婆婆都有份 那所以我婆婆呢 就每一天都会下去店 看着这盘生意的 那谁知道呢 那个弟父就可能嫌这个婆婆 每天都来阿芝阿芝阿芝 就是又检查这样又检查那样 出不了古话 对了 出不了古话 那他于是就下了一个钉钢给老人家 而这个老人家呢 他就是突然间有一天 就是那些脚很痛 痛不痛都走不了 那谁知道后来呢 就带他去照 照医生和他照X光 一照到X光 就照到什么出来呢 你们现在看一下螢光幕 大家看到现在螢光幕 是一个X光片来的 是一个膝盖 一个膝头膏盖的X光片 而上面很清楚 你们会看到有眼钉 插住了一个膝头膏盖那里 而医生呢 亦都因为看到这一张X光片 就说婆婆 你是否以前曾经做过什么手术 而有眼钉在里面 现在那眼钉因为凸了出来 所以痛 婆婆说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的骨科手术 我亦都脚是从来都没有痛过 没有过事的 而她的子女都 因为她80多岁 她的子女都成60岁 他们都说自小跟着妈妈 那么久以来 都没听过 没见过妈妈说去做手术 所以婆婆说 不是我不记得 是绝对我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 也都没有任何的医学上 如果她做过什么手术呢 其实医学上的医院 应该会有记录的 但是都真的没有的 而她们也没有任何的病历 那婆婆的膝头的位置 全部都没有任何的伤痕 就是开过刀里 都会有疤痕 是没有的 那是证实婆婆不是记错 是真的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 那眼钉在哪里来 医生问 因为医生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那医生就说 那眼钉在哪里来呢 就是医生是半信半疑之间 虽然他们说到是很清晰说没有的 但是医生就觉得 不可能 那现在X光片很清楚 有眼钉在那里 而你又说没有做过手术 哪有这么恐怖的 是不是 我们又没有调乱过你的X光片 那后来终于 她的儿子就觉得 好像不是很对路了 于是就走来 因为也是我的粉丝来的 听我做节目的 所以带了她的妈妈过来 终于她的妈妈过来的时候 祖师爷一查到 原来是她的弟虎落她的架头 还落了这个钉钢 就是钉着她的肩膝肩 让她走路 她因为痛 她没有办法出店铺 她来走都走不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出店铺 但是后来她知道 她的弟虎真的有落格 于是她就跟弟虎弟弟说 叫弟虎要小心 那个弟虎就更加落重了 就落重一点 令到婆婆 两脚都走不了 所以她的儿子就很担心 于是终于找我们 祖师爷很清晰地告诉她 你是个弟虎落了你降头 而因为你的弟虎就是来谋身家 就是告诉她 她的儿子都很诧异 而且祖师爷是完全 因为他来看着脚 他不会说 我有个弟虎是什么人 什么乡下 不会说这些东西 而祖师爷很清晰地告诉她 你的弟虎是云南人 你现在被人落的是云南缸 很清晰 所以大家在刚才那幅X光片里面都看到 那个眼睛的确是很清晰地看到的 祖师爷就很快地用一些法门的东西 当时祖师爷在我身上 就即时念了一些法咒 然后就在婆婆的膝盖上捏了几下 接着就一手隔空似的 好像扯了一些东西出来 接着祖师爷的手 是真的用一只鸡蛋扯的 那只鸡蛋打出来之后 真的有一些好像火柴枝那样的东西 在里面 而是有少少圆形的 如果用放大镜看 就好像一眼生瘦的钉烂了 裂开了这样 但是眨眼看就好像一只黑柴枝那样 在鸡蛋里面 很清晰 接着祖师爷就说 现在你没事了 我和你解了这个鸡 你穿回去 你这个弟虎真的不能再接近它 而且也都要主张婆婆 再去照一次X光 终于在隔了十天之后 婆婆的儿子就拿了一张 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的X光片 回来给我们看了 那是真的连我钉都没有了 那婆婆也都很开心 就是婆婆也有来的 那她当时已经可以走回 但是还有一点点远 那她就用一把傘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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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就非常感激我 那这些就是真正的降头 那外面有很多师傅都不会 你告訴他們 他們就當是眾國的幫你做 沒錯 其實我最激憤的不是那麼簡單 最主要就是我覺得他們騙錢 而且嚇死人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有些善信 人家說擔心那樣擔心那樣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問事就是一封為事 如果真的檢查了你有事 需要再做法事的話就是另一封為事 如果是貪心師傅 當然是說你中了 是呀 是呀 有些善信都會說 我沒有事嗎 是呀 沒有事 我們很老實的 有事 祖師爺有事 沒有事就不會理會到利事的 是呀 沒錯 很多時候有事 做法事有事 原來祂來到的時候 祖師爺查到 原來祂真的很慘 祂不是騙我們的 祂真的是慘的 我會還給他一封利事 就是我們象徵會收一點點 就是象徵會收一點點零頭 就是我叫祂拿回原機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繼續再長談 好 稍後見 究竟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頭債有主呢 我們會不會在有義無義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無法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一一解開 想不想嘗試精美的點心呢 那你一定要來到銅鑼灣 軒尼斯道 525號 澳門日園中心 3 樓 好 蝦冰蟹醬 嘗試一下我們的精美點心 我們蝦冰蟹醬 除了精美的點心之外 晚飯小菜 亦都非常美美的 例如我們的招牌菜 胡椒蝦 古法蟹 還有我們的雞包池 真是相當美美的 大家一定要來試一下 記得來 我契女的那間蝦冰蟹醬 地址呢 地址是銅鑼灣軒尼斯道 525號 澳門日園中心 3 樓 究竟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會不會在有義無義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無法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一一解開 好 多謝大家回來第二拍的 原來有恩的 剛才我們講到降頭的那件事 其實我剛才也有講漏了一點點 我想起來 其實當時我們跟她 其實那個公公 即那個婆婆 她當時因為醫生這樣說的時候 她們堅持說沒有 其實醫生是嘗試說 如果你們堅持說沒有的 我就嘗試跟你開刀 就是看一下 拿眼釘出來看看行不行 但是原來 醫生是沒有辦法找得到的 嗯 沒錯 師傅我聽過 這些叫做針鋼 或者釘鋼這些 其實是會走的 嗯 譬如是 是 跟血走的 是的 你開刀 照刀在這裡 你開刀 開了之後 其實是找不到的 有可能是照X鋼的時候 在第二個部位 會照得出來的 那些針 那些針是會跟血 那些釘那些 也會跟血走的 所以呢 就是在我的個人立場 我就不主張那些人 又入那些針 那些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會跟血 本走的 是的 泰國有一種方式 要爭運 就是要放那些針進去 是的 我看到也很痛的 這樣刺很多枝 入很多枝 越入得多就越好 如果那些針 游到心臟 不知道怎樣 我會擔心 當然啦 也就是《思覺法》 或者他們都有他們的法門 阿師傅 記得我們曾經在泰國 曾經拍過這個入針的那些片 沒錯 一定有機會給大家觀眾看 是的 我們那個最新的東南亞 最新的靈異片 遲些都會推出的了 其實我會覺得 降頭 就是這些 好像婆婆這種情況 這些是真的解釋不了 醫生也解釋不了 而X鋼片 真的可以照出來 而我們做完之後 他再去照 都是沒有的 沒有東西的 還有當時醫生 照X鋼片照到有 但是醫生幫他試開刀的時候 是發覺裡面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就是很奇怪 而祖師爺也幫他搞的時候 就可以真的抽到一些實物出來 就是一枝黑色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們做的那些法事 是鐵一般的事實 真的沒有騙人 就是有很多東西是有真正的證據的 那些就真真正正是真實的個案 但是有些人說自己是鬼神神 或者自己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 經常覺得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真正的情緒 或者一些精神上出現了問題 例如我有時候都說 有時候有些女士 譬如很久沒有結婚 或者她可能都會很想自己也有人賞識自己 那她會突然有一天可能有那個壓力 就導致到有一個突然間有一個思想爆 那她就會覺得自己是有隻男鬼上了身 很喜歡她 要娶她 經常都有這些現象的 那如果我們檢查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通常都會用心理輔導她 那就可以了 沒錯 那就叫家人帶她去看醫生 沒錯 所以其實師傅這一集 其實最主要跟大家說是 首先不要自己嚇自己 沒錯 如果你自己嚇自己 基本上是 你真是遇到一些不好的師傅 或者不好的人 她就會吃著你這件事 來抓到你心理 沒錯 你就會真的變了破財 是的 因為如果她 你說你自己鬼上身 那當然 我當然會說是呀 是呀 打赤除棍上 拿幾千元來我跟你搞定 或者拿幾萬元來我跟你搞定 是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 自己有分析能力 有時就未必會這麼容易去相信人 就不用搞到好像傾家蕩產 有些真是 直接來告訴我 師傅 我找了很多師傅 我現在這裡又花了十萬 那裡又花了十萬 我都花到沒有了錢 就是要可以 相信這些東西 搞到沒有了錢 就是慘到這樣的 那我覺得 就是有良知的人 有良知的師傅 為什麼你要這樣去騙人呢 是不是 就是會覺得這樣 就是和其實很簡單 我們全部信有神有鬼的人 都信有因果 那你騙人已經是一個因果 你還要用玄學的東西來騙人 其實那個果真是不敢想像 沒錯 還有信念真的很重要 對不對 阿榮 當然 其實信念很重要 有時候人耳朵軟 很容易被人去分化 對不對 就是我試過 有一些善信 他上來求助 說自己鬼上身 我說 經過祖師爺查詐之後 其實他是沒有的 但是他呢 覺得我說他沒有 他就覺得我不厲害 他覺得我不行 我明明有鬼 你也查不到 你這裏有料有何 於是他就走了 走出去 接著他就找了一個師傅 那些師傅說他真的有鬼 那些師傅就會收他錢 幫他搞事 那他就會覺得那個師傅就有了 因為他知道我有鬼 所以他就會在外面唱 哎呀 恩法清不行的 我有鬼 他都說我沒有 沒事的 有些人就會這樣 其實他是 自己的信念不夠 他就會很容易耳朵軟 被人家說有 有 他就當自己有 就是這樣 他都要說自己有 他才會安樂的 你說他沒有 他就覺得你不對 你不行的 就是他要拿錢出去 給人滿足自己 這個心理上的關口 給錢是滿足自己 沒錯 所以有時候 我都會覺得 有時候我好像教父書堂 我都有跟同學說 有時候我們 學法也好 做任何的事也好 都千萬不要耳朵軟 耳朵軟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問題 譬如像一家人 如果有時候大家聽了一些是非 或者聽了一些人說 是哥哥 其實在外面說你什麼 什麼什麼 哥哥想吃你副身家 什麼什麼 如果一個妹妹或者一個弟弟 去信的話 那他可能會跟哥哥不對 那就會搞到這樣 但是 其實是非都可以是害死人的 所以呢 就是說 不要人云亦云 人家說什麼就什麼 你要自己有 為什麼那些人會經家當產 就是很多 為什麼會花那麼多錢 被人騙那麼多錢 就是因為他很容易信人自己 一些分析能力都沒有 是不是 還有他自己有一個 已經是本身有了一個 演講 是一個自己的強 強橫的思想 已經覺得自己真的有鬼 沒有理由沒有鬼的 恩師傅你說我沒有鬼 因為你沒有了 你踢不到我的鬼 因為我的鬼的法力高過你 我也聽過這些 很多時候我都講 他說 因為你是不會知道我是哪裡 因為我的法力高過你 他直接跟我說 就憑你 你收到我嗎 那我當然收不到 因為你根本是人 對不對 無論我做任何事情 你都會說 我沒事 我不怕 所以那些我們就用一個 心理輔導 其實我也是順帶講 有時候人耳仔緣 導致到那些後果 真是很嚴重的 沒錯 沒錯 所以我經常都說 學法都一樣 要有七個靈魂心 我們學六淫神功 我們都要有心 祖師爺經常都下來一份事 我們做人很多時候 都要有一個堅心的 如果你說 人夠堅心 人家一講一講 你又聽 人家一講一講 你又聽 自然很多時候 會令到自己的機會 是失了的 嗯 沒錯 其實大家想清楚一件事是 譬如有一天 隔壁屋子跟你說 喂 你媽媽今晚說要殺了你 你會不會相信 你不會相信的 因為那個是你媽媽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說 喂 你師父 這樣這樣 或者你跟那個 你找那個師父 原來這樣這樣 但是你又會相信 是的 你自己要先證實 我覺得就是這樣 沒錯 我會覺得 如果 那個人平時怎麼對你好 就像你所說 喂 你媽媽是殺人犯來的 喂 不是啊 自小我跟著我媽媽 我媽媽都很慈悲的 連隻蟻都不踩死 我媽媽怎麼會是殺人犯呢 就是 你自己會有一個分析力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因為自己的耳朵 就導致到有很多很多的損失 那 我都會覺得 有些事情 什麼都好 都是真的要分析 要分析 還有 神功的事情 是要 不要迷 神功法科 其實是自從盤古到現在 這麼久 包括 無論茅山術也好 我們錄音也好 都是自從盤古到現在的 其實 就不可以抹殺祖師爺的大能 的法力這樣 不要說 不要說外面的善信 有時候我們自己的弟子 他們不夠堅心的話 他們都會被騙 其實我自己 怎麼說呢 不怕尷尬 我都會 講給大家聽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徒弟 其實我之前都會有一些徒弟 都曾經試過 距離跟了我之後 隔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 可能外面有一些人 會跟他講一些話 哎 不行的 你學那些東西 邪譚來的 或者什麼 哎呀不要去啦 哎呀來我這裡學我這些 或者什麼 就是經常都會有這些 甚至呢 我也都試過有徒弟 他經常都說自己 是有鬼 在身 有女鬼前身 但是我已經檢查過 包括說真的 你過了教的 是吧 祖師爺有法的 祖師爺是保住你的 那你怎麼會經常都有鬼 但是呢 他經常都說自己有鬼 在身 那當我一次和他檢查過 兩次和他檢查過 都是說他沒有鬼 那他們就一路之下 就走了 走了去呢 就找了第二家的師父 嗯 而哪位師父我都知道 那他就去找了那些師父 那個師父就說 他真的有鬼 嗯 那就說 可以 除非你脫離了恩師父那邊 嗯 我就救你了 你不脫離我就不救你的 嗯 那其實我會覺得很奇怪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正面的師父 你是要救人的 你不要管別人脫不脫離他的師父 嗯 你當他是一個善信 你都要救的了 是不是呢 你為什麼一定要 他不跟我 要跟你 要拜你為師 你才去救他呢 嗯 嗯 就是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是不是 嗯 其實是的 師父 除非我覺得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去找那個師父 是跟你很熟的 是的 但是我也覺得不應該叫他脫離 你應該 你跟你師父先講一聲 你要我幫你 就是大家互相尊重 我覺得 沒錯了 總之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你要脫離本身的師父 我才會幫你的 那我想不到他有一個善意的目的 這樣做 我想不到 是的 嗯 那個叫他脫離那個 就跟我不是很熟的 那個師父 就不是很熟的 但是呢 我會覺得 如果你有心去救一個人 就不是說 要別人脫離某一個師父先的 沒錯 還有呢 我會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 我的祖師爺 三番四次說 這個弟子 是沒有任何的靈界在身上 為什麼你會說呢 你會說他真的有事呢 還有你要求他離開我 而要向你拜師 你才肯救他呢 那好了 終於呢 這個人就是沒有去跟他拜師的 這個徒弟 但是呢 也都 就是 讓我知道了這件事 那我就省了他一餐 那省了一餐 然後沒多久呢 他又耳朵遠 又走了去第二個 那裡 終於又去了第二道拜師 那當然啦 去了第二道拜師 那一次就擺成了 但是 不停地說他有鬼 那就要他學高級些 又要再學高級一班 那就不停地給過教錢 不停地給過教費 但是這樣他又覺得很心 覺得應該的 他是心服口服地給的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為什麼有時候 那些弟子會這麼有趣 還有有時候有些善信 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說他沒有鬼 他反而就說你不靈 你說他有鬼的那些 他就當你神那樣拜的 那麼有趣的 有時候的事情 還有很多時候 有些弟子 就是他會走出去之後 他們都會 就是會唱監管 去詆毀祖師爺 又說祖師爺高級靈體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的 就是我會覺得 其實你過教那天 已經講過一句說話 就是那些弟子要記住 記住 是弟子不敢忘恩貝義的 但是如果你因為自己一些 私人的問題 而離開了那間館 而楊師也沒有做過任何 對不起的事情 而你們就去做一些 詆毀 詆毀成之水 成間館 詆毀祖師爺 其實我也是一樣 送了四個字 真是後果自負 我就很深信 我的祖師爺 我是絕對覺得 我們六任先師 那個大能 是想佛分明的 沒錯 就是如果 你這個弟子 真是幫他弘法 真是用心去救人 去幫人的話 你學法 你的功夫 是會越來越靈驗 會即使即應的 但是如果這個弟子 是心懷不軌 而去唱衰自己的門派 或者唱衰自己的陽師 或者唱衰自己的祖師爺 祖師爺是會佛的 所以是想佛分明的 所以我經常都教弟子 我是非常之嚴厲的說 不過我都會覺得 有時樹大有招風 好像我 有時我又特別 我都會有人 經常都會有些網上攻擊 其實之前做那麼多集 我都有一起看過 有時那些人會覺得我是女人 有多聰明啊 女人 因為我是女人 就已經是惹上了一些很大很大的 神功上的風波 即是那些人會覺得 女人有多聰明啊 怎麼會這麼聰明呢 不可能 這樣就會 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底位的說話 很難聽的說話 也都 樹大有夫之 也都有一些弟子 就很不肖 即是會做了一些 對不起我們門派的事 或者做一些對不起 我們的管宗的事 但是我也是很掘達的 因為一人為師 忠心為父 即是我會覺得 你不當我是楊師姐 但是我仍然是曾經收過這個弟子 那我不會對你做任何的事 不過一切的事 都會由祖師爺的處理 即是說到因果的問題 師傅 是的 關於師傅 曾經記得有一次 某個弟子 都做了師傅 是 那不想說誰 是 他初初做師傅的時間 都說 我如果收徒弟 我每一次都會去壇前 問了師公 才肯定收徒 是 那當時 他的答案就是 師傅 當然請師傅 請師傅來去訓事 是 師傅的訓事 四個字 有教無類 他有緣在門口 無論他停留多久 都會跟他結結完 或者他將來會走 也不要緊 是 所以我覺得師傅 我們作為一個 師傅的橋樑收徒弟 我都沒有所謂 你今天有緣來的就是來 你要走也有來 沒錯 所以其實原來原去 這件事 都看得很化 師傅 也早知道有些人會這樣 沒錯 不過祖師爺 也這樣說 其實我 我恩師傅 是比較很直的 有時候 我會有些內心的世界 我都會跟觀眾 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不喜歡轉彎活角 其實我們做一個洋師 就是所謂一個師傅 就是我們的心態 其實都是要很包容的 無論弟子做錯任何事情 其實我們都要很包容的 還有我們都很深深明白 人多的地方 當然會有的是非多 就算好像所謂的人多 譬如我們現在法科圈裏面 都很多師傅 你打開個電腦 幾萬個神功弟子 幾萬個師傅 是吧 就會自然會 觸多、觸少 應該是觸多、觸少 反過來說 觸多、觸少 大家都吃得很飽 應該是觸多、觸少 師傅很簡單 二來你都說 在網上打電腦 可能很多神功師傅 很多法科的 可以幫你做到什麼 是 但如果想在這麼多人之中 脫穎而出 或者有些名氣 做一件最簡單的 暢水日 沒錯 沒錯 而且我最近有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我覺得是很好笑 有一個弟子 人家不會把這些家事說出來 我覺得做一個借鏡也沒問題 有一個弟子 曾經我都有非常痛惜的 沒錯 但他就好像你剛才所說 為了想多些觸食 那些人就會去唱衰 那他就會走去某一些道壇 就會去問那些道壇 他現在跟這個師傅這個壇 究竟是否正面 那他問著那間 就是一些笑料的地方 是啊 那他也說去了幾間 他這樣說 就問到說 說我們的壇是不正面的 就是我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你跟了我這麼多年 就是有很多事情 你也都見證到師傅怎麼做 還有我們錄音先師的大能去到哪裡 為什麼今天會因為自己的一些師心 而離開了 不要緊 但是為什麼會說 這樣去說 去唱衰自己的門派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 你無端端走去某一間店 問你自己學那間店 阿榮所說 我不唱衰 我怎麼納你來呢 我當然是說不好的 怎麼也好 我想你去十間十間道館 你說我跟誰誰 好不好我那間店 十個都告訴你不好的 他那間好而已 沒錯 就是很簡單 這個就是觸心 很簡單 你來問我 我有鬼 你說他沒有鬼 他就不相信 你沒有了 你問我 你問我的館 或者你的師父好不好 你當然對師父自己不夠堅心 對 他們質疑 當然是說你有問題 對 所以就先吃了心態 很多人都說 我的醫院有性病 一定有 快點找我醫治 對 沒錯 一定有 你是的 你中了 那他就賺錢 等於我們剛才所說的人 說有沒有中降頭 當然有中降頭 沒有中降頭 我怎麼收你的錢 我當然說你有中降頭 你有沒有鬼陣身 當然有鬼陣身 我要和你清身 我還要和你鬥法 這樣才收到錢 對不對 這麼熟悉的師父 人們都是這樣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不是說 不想去賺了這筆錢 但是你君子外財取之有道 不可以亂去騙人錢 對不對 人家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賺到有什麼意思呢 還有我覺得很簡單 不是說 你問一問 我們監管可以不可以 就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這個答案 根本就是一個 不是一個可信的答案 最可信的答案是什麼 就是你分辨這個師父 可以不可以 第一 你看他的背景 他的來歷 第二 就是看他的往跡 沒錯 我自己的經驗分享 在這個神功圈裏面 你如果是靠吹水 靠騙人 靠性 你三兩年左右 貨仔 沒錯 你就會消聲匿跡 為什麼師父你可以 遲早被人堆爆 是的 就算我不堆爆你也好 我作為一個賤信 我被你騙一次 我被你騙兩次 第三次好未 我覺得不對勁 沒錯 所以就說 有時候網上 有些人會說 欣發清 懂什麼 哪會有人跟他學 跟著他學到什麼 其實今時今日 我這麼多徒弟 那些人是否全部都白痴 全部都低能 不要說我 就是我這樣說 還有為什麼我可以教到 這麼多聰明的徒弟出來 去幫人去做 其實很多人是有眼睛看到的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都要這樣 就是剛才所說 爭多捉少 導致到會有這樣 而且網上欺凌 這件事 就是前一半很流行的 因為很多人打手 不用自己來的 他踩低你 他就增加知名度 你跟他開炮更加對 欣師傅最近在網上被人說 他就跟那個人 那個人叫陳大文 陳大文罵他 所以欣師傅就跟他鬥罵 鬥嘴 那陳大文就紅了 誰都知道 誰叫陳大文 我跟欣師傅吵架那個 那他就紅了 所以 我們現在其實都盡量 有些什麼都不要緊的 就是你說 因為有時候 我們女生臉皮薄 有時候被人說 初初的時候 不夠經驗 就是被人說 我不是這樣的 你怎麼這麼說我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就是我們會像一般的女士 都會做這件事 但是現在 拿了這麼多年經驗之後 師傅已經是 學懂了要引讓 就是不會理他 也都不會中別人的壞 是 走去和他辯駁 反而現在 你是要按住那群徒弟 師傅 沒錯 你要按住那群徒弟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有別人說 就是我叫那些徒弟 有時候那些徒弟 會為我出頭 都會和我罵人 反而我都會按 算了 算了 不要和別人一般見識 這樣 所以我們說 徒弟那方面 就是 十隻手指有長短 當然都會有些 徒弟都會令到自己很激氣的 但是我會覺得 每一個人 你學神功 去拜師之前 應該曾經去深思熟慮 你要想清楚 除了你去選擇師傅 選擇這個師傅 是否聰明 是否可以 你還要選擇那個師傅的品德 如果你覺得這個師傅的品德是OK的 你才去拜師的話 你就不應該再對這個師傅有任何的質疑 不應該會因為聽了任何的事是非非 就會去對師傅作出一些這樣的反叛的感覺 對師傅 對師傅 等於我平時 我平時跟朋友說 他說 你學的是甚麼 我解釋完之後 我又想學 我也跟他說一句 我說學神功 不是你學畫畫 學游水 學踩單車 學完就撇 我說你學神功 要想清楚 是一輩子的事 沒錯 是的 通常我都怨他們 他們冷靜了 想清楚 他學就學 不學 我都不會再提 但是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學的時候 我又沒有想清楚 你甚麼沒有想清楚 你坐了很久 我坐了很久 你吃宵夜都沒有吃了幾次 你才學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跟我說 有甚麼學神功 要一輩子 沒有人跟我說過這些 是的 所以 其實我最終都是說那句 有時候有些徒弟 是真的令自己會激氣的 我只是覺得 怎麼說呢 就是 做人 其實很多事情 我都覺得要頂天立地 就是頂天立地 好像之前 你說說到網上欺凌 很多在電腦上 他們都經常說 師父不行的 因為阿清沒有了 都不行的 沒有了 甚麼都做不到 甚麼 我只是想知道 那我有哪一單做不到呢 其實一單都沒有 那些人只是這樣說 甚至有些弟子 即是反叛了的弟子 出去到處唱 又說甚麼又說甚麼 但是 控告說我不行的人 是一單都沒有 就是這些已經是 已經是抹殺了你們所說的 所以你們說的 是不會有人相信 就是一個智者是不會相信 還有行不行我不需要你認同 是的 還有一件事 曾經我是你的師父 我亦都沒有做過任何對你不好的事 而你現在 你因爲自己的問題而離開了 就不應該要這樣去詆毀 詆毀洋師都沒有所謂 即是我也不會理你 但是如果你詆毀整個門派 詆毀我們老任先師 對呀 沒錯 是邪靈 或者是高級靈體 我會覺得 即是你們自己要知道 那個後果是很嚴重 很嚴重 明白嗎 沒錯 因爲我都是很serious 今天這樣說的 我今天一向 就是我最出名的 是愛途如子 其實一向以來 我對徒弟是非常之愛惜 所以我有些徒弟 都很疼我 就是當師父 美麗公主 很疼我 其實 我只是希望有一些 就是你們 一些不正面的徒弟 我希望你們自己 心思熟慮想清楚 不可以 忘恩 即是你忘恩 你忘恩 你忘我不要緊 你不可以忘你的師公 不可以 反過來去踩我們 踩你的師公 因爲你們知道 你們自己學了法 也都可能一段時間 應該知道 你自己去詆毀你自己的祖師 他是曾經傳法給你去救人 幫人做了那麼多功德 而你去做了這些事情 是真的很激烈的 所以現在你們都是傳教師 即你們將來教徒弟 都要 可能你們要改變一下方法 不要跟我 即是不要像這樣疼徒弟 是啊 不要像我這麼深遠 這麼疼徒弟 這麼包容 有時候徒弟錯完一次 又一次 我都去包容 因為我覺得他始終是我徒弟 即是我會心軟 你經常都說 我經常會氣死你 是啊 我就就是心軟 所以 自己按自己的花 我就是心軟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改善 阿榮現在對徒弟都很嚴重 即是都經常教他們 其實什麼不教 不要緊 最重要是教他們 真的要尊師中道 這很重要 尊師中道 我第一天學神功 你也是這樣做 也不要忘恩貝爾 當然了 如果你要忘恩貝爾 真本祖師爺 怎麼避由到你呢 是啊 不但不避由 你這麼多年所學的東西 祖師爺可以說 修理就修理 對不對 還有很多時候 你之前祖師爺給你的恩典 所有的東西都會化為塵 師傅 你這半集 這半集講的東西 其實就 我覺得不只是說 是不是我們這間館 任何學神功 任何學任何門派 包括佛家也好 總之你拜了為師 其實這半集 大家應該要想清楚 細對一下裡面的內容 沒錯 那不是別人說你 別人說你 別人說你學邪教 你就覺得自己是邪教 對不對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 我這半集裡面 因為 想說 其實人就不要 耳朵軟 亂聽別人說話 自己要有分析能力 還有做人一定要頂天立地 不要忘恩貝義 不要硬欲家之罪 走去還人家 當然 我會覺得 有時候 人言可惟 有些事情會令到你會覺得 相似的 譬如 三個人說這個人有問題 你都會說 三個人都說他有問題 還不是有問題 一個人就說他沒有問題 三個說他有問題 他還不是有問題 但你不想過 可能那三個人是相識的 或者他們三個是連群結對的 或者他們三個是完全 已經夾好了 那你就中了 是不是這樣說 還有最簡單的一件事 從小時候讀書已經教了 謠言止於智者 就是大家想做一個智者 還是做不是智者 就是大家自己想 沒錯 那經這半集會不會舒服一點 師傅 舒服一點 不過其實我 有時我都跟星級師傅坐在一起 有時聊天 其實他們的佳因館都有這些 其實他們都有 他們的佳因館都有這些現象 即他們都有時很激氣 還有一些行家 也做了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他們都很激氣 我們有時都會互相去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師傅其實不用什麼 這個社會 尤其是沒有一個團體 有些人本身是信佛的 可能身邊是信耶穌 有些人信耶穌 有些人信耶穌 有些人信佛 其實是宗教轉變 或者轉去工作 很平常 你走不要緊 不要誒毀你之前的事情 沒錯 不應該這樣的 我覺得 因為你之前 你自己去是沒有人逼你的 對不對 還有最主要是 因為你在學習那段事情的期間 你有沒有得著 其實你是有很多很多的得著 但為何要因為自己的私心 一些自私 我離開了 我就要唱衰 這些是個人收養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 譬如說 你之前跟某個女朋友拍拖 你今天跟他分手了 你有新的女朋友 你不需要唱衰你舊女朋友 沒錯 就是不要照顏鬆 最討厭的 不是照顏鬆 不好意思 照顏鬆 你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我最多人做這種事 你做了黃飛鴻 對,師傅 很有趣 觀眾經常說你很有趣 你冷面 你突然失禁無常 成這樣 黃飛鴻出來 大家覺得有趣就看 我覺得不要緊 我對任何批評 我會接受的 這是我自己的性格 我們說一說 慎一慎一慎 時間又到了 下個星期又差不多 接近過年 我們下個星期 會有一些關於過年的事 沒錯 我們如果說這些 圓堂上的事 就應該說這一集 接著過年 我們會說一些開心一點的事 或者說一下留年 或者說明年祖師爺的起掛 會說世界社會會怎樣 我們會說一些開心一點的事 沒錯 記住要看原來有恩寶我們牆 好了,拜拜 拜拜